好 來看到現在立委 我一定來踢爆了 現在到底這個冷彈彈役 其實必須要依照採購法來規定 但是被發現 市場會從2021到2023 總共是有無比的一個冷凍彈役進口 沒有公開招標 繞過了政府的採購法 對此農業部的代理部長來表示 市場會用的是自有資金 來做產銷的調節 冷凍彈役也是因為用自有的基金 因此是不受政府採購法規範的 但是這樣說法也遭到炮轟 所謂的自有資金不就是納稅人的錢嗎 怎麼能夠不透過這樣的一個採購法來規範 那麼進口雞蛋爭議還沒有釐清 現在爆出了標示不實的 美國豬肉已經流入了市面 引發了消費者的恐慌 民眾黨的立院黨團在昨天就批評 民進黨政府事前消極 事後推脫 食安五環徹底已經是淪威口號了 包含了希望政府趕快加緊 來追查美豬的流向 美豬息產地引起了口荒 食安五環是口號 美豬問題早就浮現了 但是消極的面對 所以現在在息產地的爭議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到底要如何來講清楚呢 要如何來把關 還有要來調整抽印的方式跟標準 才能夠落實來守護全民的食安 現在包含了像是在雞蛋的部分 在豬肉部分 大家都有疑慮 但是在農業部的部分 代理部長來質詢的時候解釋各種疑雲 民眾認為說這個進口豬 除了必須要標注是不是萊劑 那中央也要來解釋一下 息產地的問題 農業部表示 這是一切都是按照規範來辦理的 那我們要來看到 在這個補助的部分 好 五月一號到九月三十號 補助每公斤六塊錢 那麼進口豬強力的辦法 能夠回溯嗎 現在立委猶豫欄認為說 大撒幣的一個進口補助 並不是解決真正根本的問題 文字遊戲美化農產品出口的問題 補助進口來企圖掩蓋 有缺蛋這樣的一個危機 好 再用這個補助進口 來掩蓋危機 再以補助進口來掩飾產銷的困境 到底農民民的權利 還有民眾的食安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包含了 現在是雞蛋的問題 還有豬肉問題 好 雞蛋沒有公開招標 那麼續產會每一年 拿了政府的十億補助 又拿了公產去擔保 去貸款十五億來買進口雞蛋跟豬肉 但是被踢爆 居然不用招標違反了採購法 那麼獎勵進口豬肉商 還能夠回溯 在野黨就質疑說 是不是有內線交易 土地廠商 政府花六億公堂 賣進口蛋現在卻被踢爆 這項續產會見違反採購法規定 賣冷凍蛋液根本沒有公開招標 栽擋炮空 政府每年給續產會七到十億元的補助 續產會難道是 土地特定廠商想逃避監督 他續產會接受補助超過一半以上 超過一半以上啊 所以他一定要公開招標啊 他為什麼可以違反呢 那你也不敢查 我有時候要查 蛤 我要了解 什麼時候可以給他 三個月 這要三個月啊 怎麼搞這麼久 這個叫包屁 更扯的是續產會花三億補貼進口豬肉 五月份就有豬肉大量進口 但明明6月2號才公告補貼 續產會卻想回溯從五月起就補貼廠商 立委質疑難道是由廠商提前之前有內線交易 為什麼五月那時候進口量還真的有增加 到底是誰知道6月2號要發佈這件事情 所以在你公告之前就已經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 我想我們沒有土地人的人 回溯補貼遭到抨擊後農業部緊急喊咖 不過續產會貸款15億進口豬肉和蛋 光是進口蛋就銷毀了5400萬顆 藍軍炮轟跟農業金庫借貸花的殼 都是農民的血汗錢 他用農業金庫的錢 這都是農業民的錢啊 他去這樣子貼去給貸款 弄得血本無歸 農業部一陣直言啊 好像沒有任何的錯 不可思議啊 進口正義連環報 為何集公堂招標可以不受監督 蔡政府執政下檢調單位 不知敢不敢去查明 現在呢農業部為了要穩定豬肉的供應 推出了進口豬肉補貼 8月份已經補貼了4萬公噸 不過立委李德維就指一 直到10月只有5186 5186噸 補助的經費還大減 認為是有必要交代清楚的 還有立委曾命中的爆料 在上次的食安匯報 是在8月份召開 認為蔡政府號稱重視食安 都是假 更要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出來面對食安的問題 這一次的進口豬肉專案的補助是6月1號農委會的公文核定 讓大家認為有所謂的農業內線交易了以後 農委會建議續產會不回作補助 農業部的態度到底是審明明在8月21號 中央社訪問了相關的官員 農業部的副司長也提到了 是專案啟動以後 以進口約4萬公噸的豬肉 但是到了10月5號 續產會卻說申請獎勵豬肉進口量只有5186噸 而相關補助的經費 更從2.4億元降低為3116萬元 6月1號你同意相關的進口豬肉獎勵辦法裡面 難道這裡面已經規定了 昨天在立法院所講出 釋出了以後才給予獎勵嗎 又再次的翻車 我昨天進去檢視食安會報的會議記錄 去年有按照規定開了4次 今年第一次是4月1號開 第二次是8月4號開 到現在都還沒有開 但的問題燃燒多久了 蔡政府過去長期強調的食安問題 根本都是大內宣 請耐心得出來面對 民不吭聲 民治人民的健康權益 食安的問題已核定 進口單元引發了食安的恐慌 那麼先是政府禁止現場使用 還有現場裡頭有個問題 就是高端的流感疫苗 高雄市議會在11號 進行了性政施政質詢 那麼國民黨的議員白喬英 針對高端的流感疫苗 進到校園 人行道登革熱問題來詢問 來質詢高雄市長陳其邁 結果倆包高市府差點 就讓了孩子打高端疫苗 那麼人行道拿出5月份的 就知道來應付議員 也被大讚這個重點式的問證 太強大了 市長我只是問你 誰生可不可以拒打 如果他們知道廠牌是高端 可以拒打嗎 他當然可以不打 那這個公告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這個學校看到的公告 他說不能選唱牌 你不能拒絕施打 當初我們直學的時候 是6月份 你跟我說昨天通過了 報信單是5月5號的 你們就拿一個舊的公文 來唬弄我 拿5月份來唬6月份的東西 拿一個不同的計劃來唬弄我 是現在人行道整件計劃 不是這樣子吧 怎麼可以公然在一支題面 騙議員呢 這個是當初行政院長說 韓國瑜一支蚊子都做不好 現在貴違觀光局長的高敏林也說 韓國瑜對付蚊子的能力都沒有 國安公局長你覺得市長 陳其邁市長 比較有對付蚊子的能力嗎 你認為呢 蔡政府編列8400億的前瞻計劃 但是看不到成效 特別預算被常態化 遭到立委賴世保質疑說 造成了一個財政的敗壞 執行政院長陳仁敏回應說 審計部只有負責監督預算的執行 編列都尊重行政院 但是七年來建設沒有具體的成果 花了21億蓋了停車場 融為蚊子館 藍尾痛批蔡政府大撒幣債留子孫 拜見不斷的詬病了 我們的特別預算 已經被常態化了 這個審計部有沒有著力點 我們審計部是監督預算執行 預算的編列和審議 我們尊重行政院還有大會 大會 所以你不是說就對了 這個因為我們尊重 我們是監督預算 蔡政府執政七年來 年年有特別預算 總共七年多提了13項 總金額將近2兆5000億 大撒幣大撒幣 造成很多文職館 很多浪費的情況 蔡政府的時期 七年多的時期 已經編了13個特別預算 所以他的財政紀律不張 是非常非常明顯 這個特別預算加上 年度預算加起來 按照上個禮拜的財政部公佈的數字 是非常可怕 它高達到6兆8千多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欠了這麼多的錢 將來誰要還 就是由我們的年輕的下一代還 所以這個是對於年輕朋友 他是極不公平的 那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不應該要開這個巧門 不應該要讓特別預算 能夠常態化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火車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簽訂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於是 別欣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